澳洲联邦银行率先开始收紧贷款政策 导致银行股在周一出现了难得的大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财经话题 热门部分 我是Mike 我们都知道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在去年自从疫情以来 受到央行和政府的双重刺激 这个房价特别是在悉尼和墨尔本部分地区 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短短12个月时间 部分地区的房价涨幅甚至于超过30% 这也使得澳洲的各大监管机构出现了很多担心 虽然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率依然还没有达到50%以上 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已经控制住疫情 但是由于上涨过快的房地产市场 导致了一系列的通货膨胀问题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 美国的美联储也是第一次说到 他们原计划将会在2024年才开始加息的计划 将会被提前到2023年 这也使得现在澳大利亚的央行 也开始重新审核他们目前的加息计划 按照之前的计划 澳大利亚的央行也是准备要到2024年 才开始对澳元重新开始加息 但是现在美国那边率先将会开始行动 比原计划的加息时间整整是提前了一年 也就是说澳洲这边很有可能也会跟随着美联储的政策 即使是不像美联储一样 2023年加两次息 也有可能在2023年就率先加一次利息 那么随之而来的澳洲的商业银行 特别是像联邦银行这样占到房贷市场比例最大的银行 他也是率先开始调整了他的房贷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收紧了所要审核的要求 也就是本来可能你可以贷款100万 现在也许你只能贷款到90万 除了这以外 他也准备再次提高他们未来的两年和三年期的固定房贷利息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才2021年的年终 距离2023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现在不仅仅是美国 就连澳大利亚也开始了 这个我们说到的有关于加息的风吹草动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之前股市连续几轮暴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美元一直维持在几乎是零利率 只要美联储提到了加息 换而言之 它将会对于方利产市场和股市在短期内 大家记住 是在短期内造成一个下压性的压力 换句话说 有可能会在短期会有向下的回调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我们都知道美元释放了天量的资金 澳大利亚也不少 这么多的钱在市场上只要是没有回收 那么通货膨胀只会是快慢而已 换句话说 物价上涨包括以美元和澳元作为定价的 像房子 像股票 像其他的商品 他们的涨价也许会变慢 但是绝对不可能反转 所以总结来说 虽然我们知道 澳洲央行可能会提前开始加息 这会造成房地产市场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程度的小幅回调 或者说增速放慢 但是从长远来看 由于疫情之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以及疫情之后的我们说的银行那边的天量资金 会使得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中长期来看 依然会有强大的上涨推动力 所以说 现在这一轮银行股的下跌 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暴跌的开始 相反 对于很多朋友们在过去半年或者一年中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银行股的朋友们 像昨天联邦银行回调5%这么难得的事 不妨是我们可以考虑再次进场 或者是重新补仓的一个机会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欢迎您收看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